哈喽 这边请坐 主持人老师好 嗯 好 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贵哥阴阳早餐大食 小气烂门也很高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贵哥的京东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见面聊聊天 嗯 好 元气满满啊 就是刚刚我看到直播间有人说还没有吃早餐 但看到小气之后就感觉立马元气满满啊 有了动力 怎么能够不吃早餐呢 对不对啊 就很不乖 早餐很重要 那这样吧很多人已经懂待已久了 那要不要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嘛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刚开年的时候 然后的话最近都是在整理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会有一些杂志的拍摄 然后一些新歌的录制 对 这是最近的一个工作内容 就还是挺挺满满当当的对吧 就有计划有工作有安排 那这么忙碌的这个行程当中 但是每一次看到小气都是元气满满的状态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话 我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能量传达给粉丝 肯定也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元气满满 正能量一元 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这个元气的状态是怎么保持的 那刚才不是说一定要吃早餐吗 对 我是真正是觉得早餐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对 因为小的时候不懂事 就是说要控制体重啊 要管理身材啊 然后就少吃 又不吃早餐 又不吃晚餐 然后结果就是最后就是烙一身病 就是又是胃病啊 然后又是最后导致自己身 就是整个面部的状态气色都不好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你是正在管理体重的朋友 还是说就是平时工作啊学习的朋友 我觉得吃一个很好的早餐真的是一整天开启 一整天元气满满很重要的一部分 真的是 而且其实如果即使大家是真实要减重的话 早餐也一定要吃 它是可以有一个最最最基础代谢的一个开始 有一句话不就是说就是早餐早餐要吃好 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对晚餐吃少 你看就是有这个独门的养生方法 所以这个有丰富的早餐 然后再加上这个充足的睡眠 就有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 是的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早餐 那你的早餐一般会吃什么 我的早餐的话看时间条件吧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有工作很早的话 我早上的话应该就会比较选择那种又方便又快捷 然后又营养又比较均衡的早餐 对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嗯好巧啊 就我们的贵格就可以做得到啊 对吧 对刚好今天这个 对刚好今天贵格这个五红五黑 它又是兼备就是营养也到位 然后又很饱腹 然后吃起来又很便捷很快 然后就是又对于我来说的话 它不会说是负担很重的一个早餐 嗯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 差不多一碗的话 它就是一个苹果的热量 啊对 是的 它既补充了营养同时也不会给我们带来负担 啊 所以说不愧是我们的这个贵格营养早餐大食 一来直播间就给很多我们的粉丝安利了啊 然后也推荐了我们的健康的这个早餐 那接下来这样我们就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小七 哎 好 就看一下你对于我们的这个五红五黑究竟有多么的了解 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不在话下 就信手拈来 是不是啊 对 好那我们就这样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 我们先聊一聊这个五黑 五黑 嗯 来 那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虽然说是挑战 但是要给大家某福利 就是如果你能够完整的把它全部答对的话 好 我们今天会释放出我们的两份 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个救济包给了大家 啊 嗯 所以说是给粉丝包 对那我今天一定要非常用力的去 就是你必须答对他 答对他 答不对就只能自讨腰包送这份礼物 啊那就算答不对我也要自讨腰包 哎呦 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啊 好所以说我们就加油 我们一起评论去给小七加油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道问题啊 第一道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贵格的五黑燕麦片当中 除了燕麦还有哪五种黑色的食材 哪五种 嗯 它五黑嘛那首先肯定是 呃黑麦 嗯 黑麦就是麦片的部分 黑麦和黑小麦 然后还有黑色的话就是黑米黑豆 嗯 嗯 可以啊嗯 那其实就在这个上面了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正确答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啊 刚刚有说到了黑芝麻 黑小麦 黑豆 黑麦 还有黑米啊 这就是我们的五种啊 五种黑色的古物啊 所以说其实我们每天早晨就可以闻到浓浓的天然的古物香 我们这样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拿一个碗啊 嗯 然后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 我们让小七往往里倒一些 我们看看也没有刚刚说到的这些 哦 嗯 嗯 其实都能看得到 嗯 我需要不要再多大一点 再多大一点 多大一点 没关系 一会我吃 我们现场这么多工作人员 真的是啊 我们今天就是 早餐就是管购管饱 而且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每一个古物的这个直径的大小都很大 它不像说有的这种啊 比如说古物燕麦片里面 它都是那种很碎很小的 真材实料 嗯 真材实料啊 所以说真的是可以以黑养黑 而且其实像这种大口径的这种燕麦 你在咀嚼的时候就会有口感 是 嗯 我对燕麦非常调 嗯 对我不喜欢那种非常就是 嗯 稀 然后非常就是黏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脆一些的 就是你一颗是一颗 对对对对对对 能让我嚼得到 然后这样子嚼的时候 也会就是满足自己嘴巴的欲望 嗯 嗯 我感觉我在吃东西吃就很香 然后大家嘎嘣脆 对就是我 我希望它不光是健康它要好吃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它里面呢 不添加额外的蔗糖 嗯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顿就是一个苹果 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嗯 其实就是我 我个人是认为 无论是说你是不是在健身也好 或者说你是在减重控制体重管理身材也好 嗯 其实我是觉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少吃调味料 嗯 然后呢就是少摄入糖分 因为其实糖分对于 呃人来说就是 嗯 它不会说是特别健康 因为 你糖分如果摄入过多 无论是体重会增长 脂肪会增增长之外 它还会就是 就是增进 就是让自己老得更快 变老 对就是我们都说要抗糖抗糖什么 其实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就减少糖分的摄入 就如果你一定就是想吃点甜的 你就看那个小七或者是听小七的歌啊 啊 糖分满满对不对啊 好 这就是我们的五黑啊 既然第一道问题答对了 我们就给大家送礼物 好不好啊 送礼物 就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刷出 贵格五黑以黑养黑这八个字好不好 贵格五黑以黑养黑 嗯赶快刷起来啊 先给大家刷一下的时间 对啊都在刷甜妹小七 八个字八个字 贵格五黑以黑养黑 好赶快刷起来 我们会抽出前两位正确刷对口令的朋友 为大家送出我们刚刚已经展示过的 油养早餐救济包特别精美 然后里面有两袋还有一个杯子 哇那够吃了够吃了 对 好已经有了 嗯 来那我们倒计是三个数字 好OK 321 接屏 好我们来看一下 嗯前两位 第一位叫做 呦尾号的是 LWG 下一位叫做Clover 尾号的是798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啊 恭喜恭喜 然后呢如果大家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 可以来截图 这样的话结束之后 看一下自己啊有没有中奖 恭喜你们 好第一道题这个真的是还挺厉害的啊 这五黑食材全部都说对了 接下来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就得看一下你是不是真实的很养生 啊就是我这边有很多的这个 味量元素 营养元素 啊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贵格五黑当中有哪些营养元素 啊可以找一找 我看一下都有些什么 嗯 有铁 铁 链 铁 铁 甲 哇这么多 对 超级丰 铁 大家都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哦 蛋白质膳食纤维 那肯定肯定我觉得一定是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没错啊 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到燕麦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食材 就是因为它其实膳食纤维很丰富 没错啊 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乳动 对而且是粗粮 它不是那种精致的那种米面啊什么 它更好的就是增加我们的饱腹感的同时 它也不会特别的难吸收 哎你真的很懂哎 就是就是健身的人就不能吃精致碳水 对啊 就是要吃一点这种富含膳食纤维 而且你也特别懂 一看就是健身的 就是健身都四十多年了 啊 所以说这个膳食纤维很好啊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 对蛋白质 就是女生千万不要怕吃蛋白质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现在基本上像我的话 我平时自己吃东西我都是挑着蛋白来吃 因为蛋白质真的吃多它是不会很有负担 你要吃特别多 它可能才会对女生来说 才才会就是长一点点肌肉 而且长肌肉对自己是有帮助 它可以提高自己的代谢 很多女生说天哪我每天吃这么多肉 然后再去运动会不会长肌肉啊 那你真是多虑了 女生长肌肉很难的 蛋白质补充蛋白质真的很重要 对啊 而且蛋白质其实对头发也很好 因为其实头发你的那个横截面打开之后 它里面其实就是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 对 其实对头发也很好 这两个是有的 我们再找还有 还有 还有的话应该是 提醒一下 这个得有吧 对 美 它很美 越吃越美 越吃越美 有美 还有的话我觉得假应该有吧 有 哇厉害 假应该有 对 其实这两个也是我们这个 都是身体很需要的元素 是的啊 这样我就举例说一下美吧 就是我问一下大家会不会有这个 呃 情绪不佳的时候 嗯 或者是睡眠不好的时候 其实这个美元素都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基本上吃不好睡不好 都会 情绪不好 对 吃不好睡不好说明你不够美 啊 就是你的这个美不够 啊 所以说这个也答对了啊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有10 10加 就10多个营养元素 那肯定是不止这么一些营养元素 肯定非常丰富 非常营养 嗯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道题又答对了啊 那我们就要又要送出 两份啊 两份由养早餐的旧鸡包 啊来 继续刷起来啊 还是刷我们刚刚那个口令吧 就是 还是贵格武黑 也黑养黑 好不好八个字 嗯 贵格武黑 也黑养黑 大家说小七好棒啊 是科学家 嗯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倒也不至于科学家了 但是确实是在营养方面 是有自己了解的 嗯 因为就是 也不能说是专门去了解过 就是为了自己 平时 嗯 看得多了 嗯 就是 不会跑也会走 但是你平时去选 比如说 买喝的或买吃的 你会看那个配料表吗 呃 现在我不看配料表 嗯 因为其实 嗯 我自己喝的也比较单一 就是 其实像是真的有时候 产碳酸饮料 我也会喝一些无糖的 嗯 然后呢尽量也是 早上就是一杯 那个温开水 嗯 对 然后平时也是 我很爱喝牛奶 会喝牛奶 哦 基本上都是 就是那种比较你自己 看了就能够了解 有什么元素的 就一眼就能看到 对对对对 不是很复杂的这种食材 嗯 好已经刷起来了 那我们就来倒计时三个数字 嗯 三二一 截屏 好 呃 第一位刷的是好健康啊 但是你没有刷我们的口令啊 我只能 好可惜啊 对我不能给你送我们的礼盒 我只能给你送个祝福啊 祝你健康美丽 健康 接下来呢这个我们的两两道问题已经过去了 还有两道啊 我们再接再厉 相当于最多你是可以送八份礼盒的 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五红方面吧 嗯 刚聊完了五黑 那五红的话同样第一个问题也是问 除了燕麦之外五红里面有哪些穀物 五红 有有红豆 红豆 然后肯定有红米 嗯 然后五红的话应该是有 像是红枣啊枸杞 嗯嗯嗯 对 还有一个应该是桂圆 桂圆 嗯 五红五红 这个其实是专门为我们 中国女性定制的一个产品 对 以红养红 答对了哦 而且其实这个真的红色很很提气的 对就对女孩就很很重要 哎那你平时泡水会放一些这种枸杞类的吗 还是就喝百开水 呃 我平时不放枸杞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工作会非常的 好好好 非常满的时候 会需要就是 多就是放一些枸杞 然后去补气啊什么的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五红真的是专门为我们的中国女性定制 就是让我们的小姐姐们早餐起来就可以元气满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真材实料 我们拿一个碗好不好 拿一个碗 然后我们也是同样 让小七过我们倒出来来看一下 嗯好 其实平时多喝一些红豆薏米 对 就是也是很好的 去湿气 然后去水肿 我们来看一下 哇真的非常红 对 好 而且这个我觉得颜值好高啊 它有点 它其实有点粉红色非常少女 对就是有点那种莫兰迪色系 哦它是有一整颗的那个枸杞 是 嗯 而且就是能闻到那种 就是中 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闻到那种中药包里面 我是真的很喜欢就是麦片的味道 嗯 很好很好闻 所以说 因为很健康 很健康对啊 就这种我就愿意天天吃它 所以说这个又答对了 又答对了 来我们就给大家继续送出我们这份礼物啊 那这次我们就刷五红好不好 贵阁五红 乙红养红 贵阁五红 乙红养红 这边这个小萌七说麦片有阳光的味道 哦 就是 它好会说啊 就有阳光的味道 是因为 它可能就会觉得就很自然 对吧 但是我觉得它形容的还蛮贴切的 嗯 对 就是就是能闻得到这种大自然的感觉 是 好 已经有人刷起来了 啊 来那我们就倒计时准备 3 2 1 解评 好前两位 啊 这个第一个人打错字了啊 我们是规格不是规格 啊 好可惜 真的是 打太快了 对啊 没关系 我私下送你一个新年的祝福 马上 这个要过年了吧 还有9个月啊 好 这个叫做贺云 恭喜你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 恭喜 利 利能齐应该是这样啊 来 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就看不到的可以先截图啊 这样的话我们直播结束之后 仔细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假 好 恭喜各位 有氧早餐救急包送给你们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同样啊 是五红当中有哪些营养元素 嗯 我们来找一找 还是这些 嗯 五红的话应该也会有 哎 刚才那两张拿出来 我觉得那这个肯定有 嗯 他首先他是燕麦 就是小池已经找到了这个道具 他有个bug 就是上面其实有颜色 哈哈哈哈 嗯 你看就是黑的有他红的也有啊 所以这个 其实说到这个好的高质量的这种燕麦片 他一定都有这两个 一定有一定有 就是我们的膳血纤维和蛋白质啊 肠道的一个好帮手 清道夫 蛋白质也是我们人体收获能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啊 还有吗 还有 还有 直接跳过黑色的板子了 哈哈哈哈 一下子被发现了 聪明云云 但我觉得这个这个有 这个有 铁肯定有 美 美美 铁铁 这个铁真的是对女生很好 啊 因为就是我我就是身边总会遇到女生 像比如说它会平血 平血 滴血糖 滴血糖 其实都跟这个铁是有关的 那日常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多吃一些菠菜 或者是红豆来补铁啊 那这个的话铁它是这个血红细胞形成的必要元素啊 其实说对女生是特别好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美啊 美我说到就是这个情绪不佳对吧 睡眠不好的朋友都可以有一定的帮助啊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对女生很好 乙红养红 那又答对了哦 我们就要给大家又送礼物了啊 真的是今天我们小七上来就是给大家摸福利的啊 来做好准备 那贵格武红 乙红养红刷起来八个字 好不好 嗯已经有很多人就是提前刷下来 我们刚才这个还没有口令还没有说出来 其实就已经有朋友开始刷了 对因为他们知道你肯定会答对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对咱就是一个大感谢啊 对于我们的小七 好来准备倒计时 三二一 截屏 第一位叫做京东尾号是EWB 下一位叫做米Mystery 啊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也是给大家来截图的时间 看不到看不清的朋友可以先截图 这样的话直播结束之后 仔细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 好今天呢当然我们说到了很多人 就是真的是定了闹钟来看这场直播 因为确实很少直播 十点半就开始 那肯定是就是起床 就是督促大家吃早餐 对啊所以说这个平时你们是定闹钟起床 今天我们给大家摸个福利啊 我们让小七给你们录一个惊喜铃声 啊就是督促你们吃早餐 嗯那怎么样 那我肯定是就是以叫醒大家为主 对那我就这样叫醒大家 一早才听个怒音 一下醒下醒做梦都是都是就是那种猛男 猛男肌肉男 对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 就是从今天开始想要养成早起吃早餐好习惯的话 现在准备好录屏 我们将会让小七跟粉丝朋友们来一段这个起床铃声 嗯好我调整一下我们把刚才那个猛男小七忘记 对我们来一个元气满满的 嗯好 准备好录屏了吗准备好收声了吗 OK三二一 嘿起床吃早餐了 元气满满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要记得吃点有营养的哦 哇真的是想让我吃一袋 我现在就想把它吃一全部都吃了啊 这个真的是很有营养很元气的感觉啊 有没有录屏啊 这边都是说好的好的这个好棒啊 啊太可爱了真不错啊 那我们再来一个就是稍微凶一点点的凶一点点 凶一点点 就是要督促他你就要起来吃了 刚才是妹妹现在我要当姐姐 好可以 嗯想一下啊 嗯OK 三二一 喂你怎么还在赖床呢 早餐记得要吃 只有营养到位 健康才会来报到吗 就是就是 哈哈哈哈 好这个有没有录一条啊 这个就是这个你大家都开始叫小七姐了啊 但是其实也没有忍心太凶 对就是也奶凶奶凶啊 奶凶奶凶啊 好所以说这两个 我们要叫醒吃早餐的这个铃声 有没有录屏呢 希望大家我觉得其实还是呼吁大家要吃早餐 对不对 这个身体健康是第一要义 对不对啊 就再忙的话也不要忘记吃早餐 那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 我们对于早餐的重要性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们还是想好奇 想知道这个小七 嗯 她平时的这个制作早餐的工艺 嗯 因为小七好像前段时间有这个小赖厨房 对吧 嗯 是的 我已经就是 呃 保持一个星期自己做早餐了 哎呦 那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花样了 能不能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给我们粉丝朋友们做做早餐 那当然可以 好吧 那我们首先 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 呃 手边其实有有有贵格燕麦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来 嗯 对 或者你没有的话你就拿小本门记下来 对没有的话你现在打开购物车把它去拉进这个购物车当中 现在去拍啊 啊 然后呢回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同款元气早餐了 没错 啊 首先呢我们这个小赖厨房之早餐不营业了 第一 嗯 第一份我们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先拿就是五红五红来做吧 好 嗯 做一个五红元气燕麦碗 哎呦这名字起的啊 这样放在这个饭店不得卖一百一百来块钱 那我小赖厨房更新那么多期了 哎呦真的是 嗯 来我们看一下 呃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原材料贵个五红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燕麦碗的话 适合女生喝 嗯 然后我们早上一定要就是暖暖和和的 嗯 所以我们准备一杯热牛奶 然后我们先把麦片倒进去 OK 嗯 我吃的比较多 我比较特别喜欢吃麦片 我们把热牛奶准备好 然后倒进这个燕麦碗里面 没锅麦片 这热牛奶的话就是泡一泡麦片 大概三分钟四分钟的样子 对 然后让麦片就是泡的稍微就是口感会比较适合一点点 对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让它泡一会儿 哇大家看一下这个颜值 就非常可爱 这个好好有樱花的感觉 而且非常合适就是你拍照记录 对就是特别适合就是你这个早餐起来 天呐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要吃早餐了 对但是肯定不是这样子就结束嘛 你泡一下之后 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就是小小的装饰 我们这边因为那个时间的原因 我们已经有一个泡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把我们泡好的这叶麦拿来 哇 充分的吸收了那个牛奶 看看它有多红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质地 就是它很扎实 它不是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细细碌碌的感觉 嗯 它很扎实 而且就是很有这种穀物和营养的感觉 那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像我说的 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你自己喜欢的水果 然后呢 你就把它就是精美的摆上去 嗯 对因为它不会是特别吸引 然后现在来见证就是我摆盘的功力 平时也是没有少发就是一些美丽的图片 嗯 像女孩嘛也是喜欢发朋友圈啊什么的 我是觉得就是你这样发出来 然后发到朋友圈上 嗯小姐妹看了 就直呼内行 对 就是可以让大家多多点赞的那种啊 我发朋友圈很在乎我的点赞数 如果这条朋友圈点赞很少的话 我就把它删了 我不会特别在乎 但是每次发出来都是特别多赞 哎呦 哎呦 这家伙真的是啊 平平无奇的一个摆盘小高手 先用这个香蕉打了底 香蕉很保护 对 香蕉很保护 然后它也寒假 对 而且香蕉还可以有这个润肠通便 嗯 是早上就是吃一点非常通畅 哎草莓 草莓 草莓是非常适合减脂吃的水果 嗯 哦对 就是莓果类草莓蓝莓啊桑胜这些 都很好 嗯 其实很简单 我是觉得主要早餐如果呃 呃 它占用的时间太长的话 其实反而就 让人没有这个坚持下来的动力 嗯 这个我首先三分钟的时间 泡好它 你就可以去比如说干点其他事情 对不对 是的 你可以就是先起床之后 你先把它泡上 嗯 然后在你就是洗漱啊 那个打扮自己的时候 然后它就泡好了 嗯 你全部收拾完了之后呢 那你就是直接就开吃 就很节省时间 大家说摆盘也太好看了吧 我们还没有摆完呢 而且镜头也没有看到 你怎么就能夸出好看的啊 你夸的稍微走心一些啊 哈哈哈哈 现在我需要评论区很走心的夸一夸我们这份版 完成 哇好看的 主要是燕麦它的那个打底 它颜色也非常好看 它是粉红色的 它跟那个草莓就特别大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吗 我就不不写 太写 我怕它直接翻车 哈哈 有人说 小七把这一碗炫了吧 炫了 就直接现场变直播是吧 对炫了吧 很好啊 很丰盛的啊 嗯 好所以说这个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 就是首先我觉得时间方面 差不多 三分钟再加一个两分钟的摆盘 对 而且其实如果你在家的话 你真的特别匆忙 你不摆也OK 对吧 就是就是直接就是 就是这样 切切切切切切 然后摆上去 一样很好看 而且这个很适合 比如说你 你真的是小两口的话 在家里面 女生就稍微早起个几分钟 男生早上看到这一碗 真的这个女生腾定了啊 所以说其实很适合 就是居家过日子两口 去去做一个营养早餐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份 第一份 刚刚说到的一个 我们用这个贵格舞红做的啊 贵格舞红做的啊 燕麦丸 那既然说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也都这么给力啊 都在说好吃啊 好吃 很重要 那我们要不要给大家送一份福利 那有的话那肯定要送啊 对我们要送出小七的亲笔签名照啊 亲笔签名照 想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起来 爱了爱了啊 那亲笔签名照的话 大家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啊 一起刷出我们的口令叫做 贵格舞红以红养红 因为是用我们的舞红做的嘛 贵格舞红以红养红 除了这个签名照之外呢 我们也额外又争取了一份这个 救济包也送出去 相当于是救济包加签名照 那太好了 好来 我们来赶快刷起来 来准备啊 倒计时 快刷起来刷起来 已经刷了很多 已经疯狂刷屏了 对 那我们现在倒计时咯 3 2 1 揭屏 第一位 第一位叫做牙儿桃 牙儿桃 恭喜你 恭喜 太棒了 你收获到了签名照 还有我们的有氧早餐救济包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不要用午黑也做一个 午黑的话 嗯 刚才那个是就是比较暖和 然后热吃的做法 午黑的话 我觉得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冷吃的做法 哇 那太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棚里特别热啊 就很适合吃我们这个 已经有个完整的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的话其实也很方便 嗯 就是你要是在就是在你前一天的晚上 也是把牛奶可以把它把那个燕麦泡 嗯 泡在那里 然后你可以放到冰箱上去冷藏一晚上 对也一样不耽误时间 就是你晚上也是洗漱的一个时间 你就把它泡好 然后放在冷藏区 第二天早上起来拿出来的时候 你再这样子一层燕麦 一层酸奶 一层燕麦 然后再放些自己喜欢的水果 像是什么就刚才那些啊 香蕉啊草莓都可以 你喜欢就行 然后再放酸奶 然后你可以像像这一杯那个 呃燕麦燕麦酸奶杯 上面一样 你可以撒一些可可粉 然后加一些坚果啊杏仁啊 这样子的呃 就加坚果什么的 嗯就又颜值又很高 然后也很好吃也很饱腹 嗯 大家也太会了吧 我们什么时候说要抽奖呢 怎么就开始刷这个 贵格舞黑 你黑仰黑了 他们在明示 就是他们已经知道套路了是吗 已经开始明示 所以说这个真的很简单 而且这段时间 其实之前有流行过一段时间 这个啊 就是因为其实燕麦 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燕麦如果你经过冷冻之后 再去使用 它的升糖指数会降低 啊 就是比你直接吃 我学到了 就比你直接吃 它更不容易涨泡 啊是不是因为就是它冷冻了一下 就没有热量 对就是反正就是 哈哈 就是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 这个是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它说 它的升糖指数就会低 啊 这样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容易变泡 很适合就是马上到来的夏天吃 包括健身人群 对不对啊 像我的话 那其实我喜欢把就是这样子的燕麦 燕麦酸奶杯 就是当做就是 下午茶 对下午茶 然后或者是就是运动之后一些 补充能量的一个零嘴 你看一下它 它拿出来之后就像那个慕斯一样 啊就是如果你在减脂期间 你又有点就是想吃点甜品啊 然后又怕泡 就很适合用这个来 对 嗯 哇 真的很香 这个真的是好吃的 我一会儿要把这个吃掉 这个很好吃 它口感一口一下 它的口感非常丰富 很丰富 好 那接下来大家都说已经卖光了 然后没有货了怎么办 快补货 这样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收货地址当中 可以更换一下地址看一看 今天只要大家能够拍就能够发 好不好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抽奖 好不好 之前已经都刷起来了 同样还是我们的一张签名照片 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救济包 嗯 好吧 嗯 来做好准备 倒计时 这一次是贵格物 黑以黑仰黑哈 不要打错 打错可是不送哦 对打错可是不送 不要太可惜啊 开始 倒计时三个数 三 二 一 暂停 这位叫做BAK尾号呢是LOU 给大家来看一下 恭喜恭喜 恭喜 嗯太棒了啊 今天真的也像我们解锁了很多早餐的这个不一样的吃法 这个小赖厨房真的是在线 我尽量在之后小赖厨房我再发掘一些就是燕麦更好吃的做法 嗯很棒啊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今天其实直播很多朋友们真的是一直守候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各位粉丝朋友们说 嗯 那我肯定是像一直以来就是跟粉丝朋友们说的那件事 我觉得无论做什么的前提一定是要开开心心身体要健健康康 嗯 那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定要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 要按时吃早餐然后要吃有营养的早餐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健健康康拜拜胖胖 嗯 好很棒啊 而且其实我昨天有刷微博就有在说小七的这个音乐方面的表现也很棒嘛 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起来我们小七更多的音乐作品 谢谢大家下个月就发歌下个月就发歌 嗯很棒啊 所以说支持起来每天按时吃早餐健康体魄 然后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小七元气满满好不好 那我们就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小七来到现场 谢谢我们的早餐营养大师赖美云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看完直播记得去吃早餐咯 好拜拜 拜拜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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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